你知道现在相比之下 你就会感觉到 我们的这个很多父母亲 上一代的父母亲 他像棋棋人 他被一个观念 被一个东西操作 他顽固不化的 你看执行这个 因为他们现在就是每年一调查 就说很多年轻人过年最大的压力 就是又开始了 是吧 找个男朋友啊什么的 你说妈妈你看我都登山太山顶了 身边没个男朋友 一个人登上去有什么意思 句句话不离这个 你知道吗 就是你觉得这种 就丧失学习能力了吧 我觉得 你说的他没有深度学习的 没有深度学习能力了 这可能是跟人工智能 他可能他也有 可能也有个指令 就是残存后代嘛 对 也是一样被植入的 就是你看到你 他就是无后了嘛 对他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巨大的指令 有人写着一个指令 不孝有三 无后回答 他就轴了 真像机器人 对啊 所以你看人类的观念 是不是很像是比较落后的机器人 顾置于一个观念 你说对这种机器人 我们该怎么办 对这种机器人父母 你有招吗 我就是哄 我就觉得他们爱说什么 爱听什么就哄 我爸妈完全不催我 我父亲是那种 被动学习能力特别强 就是我跟他说 我以后可能不会结婚 我爸就大概消化两三天 他就接受了这个 他就完全是被动学习 所以我爸妈不会催我 所以你去相亲 不是父母要的 不是 是你寄院的 两回相亲是 不是不是 是自己卵巢异动 是自己异动 对是自己异动 女作家都爱研究卵巢是吗 那你说你周围的这些年轻人 这个八零后 那你说他们现在要回家过年 碰见的种种这种 很多人有为难情绪 我觉得 就好像一说 回家见到父母 七大姑 八大姨 有几大为难 一个是包括见到同学 在外边混得怎么样 这就开始比了 对吧 然后见到父母 结婚了没有 结婚了 那什么时候生小孩 生了一个 就现在可以生两个了 什么时候两个 你有什么招吗 我觉得就是哄 因为确实跟爸 好多人跟爸妈相处 其实也就是过年的一两个月 就是我觉得人人就过去了 这对我来说 真的不觉得说 你这个对抗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而且因为像爸妈 他们的事也非常的少 所以他们就是 非常轴也在于 他们这个人生的事 变得非常的少和狭窄 那你还要把他 这个非常狭窄的世界 给拆除掉 我觉得是很不忍当的一件事 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哄 然后被迫他们 就是强迫他们的学习 也是很难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哄 小波对这事怎么看 他们叫降维关怀 降维打击 降维打击 降低一个维度的关怀 降维关怀 这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这个都没办法 我女儿也 我女儿二十岁 她男朋友 或者她女朋友 结婚或者不结婚 你觉得现在当父母 有什么办法 对 就刚才讲的 父母就挺可悲的 你就能够回来吃顿饭 加那句话 父母就很开心了 然后安全全的就好了 那他要有你这样的父亲 是好 我见过的很多东西 那跟这个父母亲 就成仇敌了 势不两立了 我有时候觉得 这个父母亲就说 我对你 句句话都是 我是为了你好 但是为了你好 为什么最后能弄到 如成叩仇 最后能弄到不回家了 就断绝 就是说断绝关系了 我前两天看一个法制节目 我看的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 就是一个少女 把他妈给杀了的一个新闻 我很少看这类节目 你喜欢看 对 是这样 他是 他就是 我这天看理想 我看理想 我都是理想 我看法制节目 我每天看法制节目 然后就每天特别 特别 而且特别爱看杀妈妈 在这种法制节目 潜意识 就世母 我妈说你潜意识 有世母的这个情 你要把它写好 就是我妈还挺了解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挺典型的 他就是这少女 他家庭其实不错 然后父母都是国企的官员 收入不错 东北一个城市 那这女孩到了青春期之后 也不太爱 不太爱跟他爸妈讲话 然后呢 他爸妈就是觉得这个有问题 他就喜欢跟这个 一个奶茶店的一个女老板 38岁女老板讲话 然后他们这个就 其实就是同性恋嘛 其实这个少女 跟这个奶茶店的老板就同性恋 那父母察觉到之后 特别生气 就把这女孩送到这个 军事化管理的学校 这女孩在这学校天天挨打 逃出来之后 就非常的恨自己的父母 然后 他就要跟父母断绝关系 断绝关系 这要父母给他五万块钱 他就上外地体校 他父母当然不给 他就把他妈给 那个绑架了 绑架了有九天吧 然后最后的五天 把他妈的手脚都捆起来 不给喂吃的 就把他妈活活饿死了 哎呦 我今天手机上滑过一个标题 就是你说的这个事 但是我看这个 16岁的上女 对对对 然后我看这个 我特别无聊 把这个上女的 百度贴吧的ID找到了 然后把她贴吧的发言 从头到尾的找到 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 就是第一 你会发现她的言行 完全是模仿 一种特别戏剧性的 这种小说的这样的 而且是那种 非常烂的网络小说 就他杀了人之后 他那个非常戏剧性的表述 就是他说 我发现杀人 是件很容易的事 等等 就完全是一个 很烂的武侠小说的表述 就他这个母 他其实是在模仿 一个非常劣质的 那种大众传播的产品 第二点 他就是在贴吧 实名举报 他爸爸 所有爸这个干部 贪污腐败 怎么怎么样 实名举报 就他会用很多的 这样的现在 就是新媒体的方式 然后去 他深度学习了 大众媒体 对 就是深入学 他只有16岁 这个我看着 还挺震撼的 就是这个能够 仇恨到一个 如此的程度 就大概13岁到16岁 就变成 你很多事 没法想象 网上就有这么一种网站 就是你当的网站去看 就是仇恃 父母接祸害 仇恃父母的 哎呦 父母接祸害 对 好多人就上面 就把父母说的 跟仇恃似的 你能理解吗 我大概能理解 因为 因为这牵涉到 你刚才说 父母总是说 我是为你好 或怎么样 就你对年轻人 对小孩来讲 那个不是要为我好 那个是在为你自己好 因为你是在成全一套 你自己的价值 你的想法 你觉得 你身边所有人 都应该跟随你的想法而活 所以你其实在为自己好 而不是为他好 这真像是老派 机器人 这个父母 看这个节目 这个父母还给这个小孩 买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这种书 还低两万里 但这个小女孩 其实已经在这种贴班上发帖 然后就陈述 他和他女朋友的关系 说这个老婆 我现在就要你 就他其实已经进入 这样的一种表述 他父母还得给他 埋海底两万里 让他深信 所以 这个深渊 我觉得完全就是 鸿沟造成 就是一个巨大的鸿沟 但是这里边 就说到一个什么呢 我不知道 就是说 机器人能不能有这个追求 就是说马斯洛 现在不都讲 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吗 最高的需求 叫自我实现 对吧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 那些父母啊 他也是自我实现 他希望孩子这个产品 自己最宝贵的这个产品 如我所愿 父母又像是制造机器人的 那个造物者 我制造了他 那么他按照我设定的程序 完成了目标 我人生得以圆满 甚至于呢 很多父母亲就是说 你孩子老不结婚 现在有些孩子躲回家过年嘛 就是他就父母说 我这邻居 就是就是邻居一说起来啊 我都没脸提这事 我有时候发现呢 就是这种 嗯就是在某些群体当中啊 其实人与人之间不见得那么善 你比方说像我们在工厂长大的 我有时候经常见到 其实这个老工人们彼此之间呢 他是比的是 他就是恨人有赠人无 你知道吗 比如说哎 你们家小孩考上北大了 好 其实他没那么开心 然后呢 他得找一个去打击你姑母 说考上北大了吗 找着工作了吗 说还没找着工作 这下他得意 然后就说哎 找着工作了 工作还不错的话 他可能要跟你说 那有媳妇吗 有媳妇了吗 哎呦 这父母就觉得丢人了 你看他这一套标准 他用这套标准的来打击你 搞得他父母亲自己也没面子 所以问题来了 这叫自我实现吗 就因为按照马斯洛那个想法 他的自我实现后面有个基础假设 当然这个基础假设你也可以挑战 就是说他预设的是一个独立人格的自我实现 但你刚才说的那种 就是说把自己的实现寄托在别人家孩子有没有上北大 我们家孩子怎么样 那是你是依赖了其他人 你高度依赖其他人来 其他人做的怎么样来决定我是否自我实现 但这个可能也是人的天性吧 人的那种虚荣或者自我认知的 比攀比 对 自己跟自己攀比也有 我父亲是大学的 他学机械的 教大机械系的 他那个书柜里面 家里是书房 三分之二的书柜 是这种机械 那种理工的书 还有三分之一是武侠小说 我店就喜欢唱各种各种道版的 我喜欢 都有 然后我读文科嘛 所以我读文科开始他就觉得你没出息了 废了 就废掉了 而且我是三江大学 他当年跟航大合并之前是没有中文系的 在大学中文系都没有的 所以他就完全是个理工科的一个学校 所以说到底 人是他的知识结构决定的 对 他就认为说你就应该学理工 我是个理工科的教授 你一个儿子考文科班 而且那个学校的文科班也是被鄙视的 全部都是理工男 文科班鄙视 对 然后大学毕业以后 我是保送研究生 我爹那是研究生毕业 没读博士 为了让我留杭州 所以我们家搬到杭州来 他就没读博士 他就认为说我的儿子应该读到博士 结果我研究生都没读过 那你说我爹看我会怎么看呢 第一你看 理工科不读 读文科 读了文科以后 研究生都没读 本科生跑出来了 越看越不胜眼了 就是啊 后来呢 后来就只有相敬如兵嘛 距离才是美 我还当了老板 听过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通过当老板来读 真的很晚 一直我正好 到我写大败局的时候 已经快三十多岁了 然后慢慢他才觉得 就也靠外部人 他不说你儿子还不错 写那本书啊什么之类的 他才觉得 你干的还是个正经事 他就很常人家认为说 你们干的都不是正经事 那你父亲对你的意见 有影响过你吗 就是你觉得 他这个标准 有影响 所以我读大学 就田大学 读大学 我就一个要求 就不在行多读 我打死我那在行多读 我必须要理 对 他的和解 是建立在外部的因素 但你也不能说 他是人格不健全吧 像我爹人格算健全的 健全的 那像机器人一样健全 他整个是 也很健全的 但他没办法 他可能人的本身 就需要这样的认知过程 我是意识到 我爸老了 我之前也写过这个 也讲过 就是说 我当时我爸 送我到清华 因为我家在湖北 然后他送我到清华 考自主招生的考试 然后呢 考完之后 我们就坐火车回去 然后我就问我爸说 这个爸爸 这个清华怎么样啊 我爸说 清华好大呀 然后问我爸说 北京怎么样啊 我爸说 北京好大呀 就是你知道 他对于他不熟悉的世界的理解 和形容能力 就是已经仅仅在于 好大呀 因为这对他来说是陌生的 但只有他在他那个 小的那个环境 就是湖北襄阳 然后这个铁路城景段 然后他觉得是自在的 然后在他到一个更大的世界 觉得非常的不自在 就那一瞬间觉得 至于父母是老了 对对对 相对的尺度变得太大 但是为什么有些时候 父母能不能把孩子 逼得离家出走呢 但我觉得这也很正常 而且将来可能会越来越多 就是越来越多孩子 可能也不愿哄了 或者是真的越来越淡了 那么所以我为什么说 回家过年这个概念 我觉得会开始 会浮动起来 会吗 我觉得有可能 就比如说 比如说现在举例 像在中国 你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 你没有注意到 开始有些人是出国毕年 对 就不想留在中国过年 那我们想想看 他在避什么 他有了 避的就有两种 一种是父母健在 那父母健在 他干嘛避呢 他其实避的 说不定就是 回家见父母这件事 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很奇怪 中国很多的社会纠纷 家庭纠纷 伦理纠纷 是发生在过年期间 因为过年期间的时候 大家回家 很多家乡的老人 就是等着年轻一辈回来 好了 你回来了 论论你吧 隔壁那个老村 对吧 你去跟他说说看 你好不容易逃避的 那个价值观 然后一下就回来 那么再来呢 那当然将来 还会出现一个情况 就我总觉得 春运这个东西 会慢慢减缓 就是因为 你随着老一辈人 逐渐去世 你过去进城的那一代人 如果有很多人 开始在城里面 落下来了 你就失去回家 对 家乡变成一个概念了 变成概念 你比如说 那是个必须要回去的 对 现在我们必须回去 那是因为父母在 对的 是的 我有一些亲戚就这样 就父母健在的时候 他比如说有 四个儿子 三个女儿 那是打死也得回来的 对 父母在 如果哪一天 先走个爹 再走个娘 爹娘走完以后 那这七个人 就是打个电话 发个红包 对 就这个家乡 这个概念 父母就没有了 我有个朋友就说 说这个 这个会的 对 说这个 不是说每个人的故乡 都在沦陷吗 但是就可能 所有人都参与了 这个拆除的过程 那可能 对 比如说像你 像比如说 闻到老师 你拆除 你可能还是有点 这个愧疚 或者是有点什么 但到我这一代 我不知道 离开故乡的时候 对 你回到你的 毫无 就是我 没有意义了 对 对 拆除过程 对我来说 是毫无愧疚感 和毫无这个 对 所以你现在 我在想 我们原来过年 可能在农耕文明时期 整个价值观是统一的 整个收货方式 你说在县城里面 在都市里面 和在村里面 其实是 是类似的 对 但你现在 你说在北京 回到一个村庄里面 可能卫生间 都是不一样的 对 做饭方式也不一样的 价值观 跟这样不要讲了 对 可能这里有地暖 有空调 回到家里啥也没有 对 名字还改了 是吧 变成狗蛋 没什么事 是吧 那就麻烦就很大了 对 所以他就他就 对家乡对的来讲 就是个很是一个 简一样的东西 就不掉落 就掉落掉了 真是互相不在了 就不可能在了 还有拆迁 其实也是 拆迁 拆迁大量的村庄 都已经不见了 都散散了 都人口都拆阔饼 是吧 我们都没有地方 就拆过 你比如说 我那天想起 我过去 你比如说 咱现在你要去上海啊 你有个什么鲁迅故居啊 张爱玲故居啊 因为那是平房 或者两层小楼 你将来咱要说 咱这吴小波这么一带伟人 大家说他这故居在哪 23楼 黑门5号 不好拆毁 时候在哪呢 就这个该故居的概念 概念没有 还有那个手稿 现在已经没有手稿 这回事 现在都是 对 没错 对 有你的语音 语音还有 对 对 是机器的 对 燕照门还有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你其实想起来啊 你也不能说是 你觉得是可悲啊 我觉得我很幸运 就是我还有一些记忆 是那么样的美好 而你们这个岁数的人 绝对没有 我跟你说 当然这个东西 不能评比啊 可是我现在想起来 我心目中 最好的过年的那个记忆啊 还是在小时候 你说小时候 其实有时候过年呢 是穷人的事 是物质匮乏的事 你比如当年有的农村 是过年才杀猪啊 你明白吗 过年的那顿饺子 我们那个时候 我小时候吃不上肉啊 你一个月吃一次饺子 所以过年的那顿饺子 是三鲜馅的 不但有肉 而且还往里放虾皮 放虾仁 三鲜馅的最好吃的饺子 而且我告诉你一个 口水已经开始游了 就他 你这点了 先喝奶 就是这点 他这个肯定没有 他没有 他没有 而且有一个 我们只有过年就吃面条 我小时候 吃面条 我是过年穿新衣服 只有一年 一年只有两次吃鸡蛋的机会 我告诉你 没鸡蛋 就鸡蛋握个鸡蛋 长收面 对 那个甜美 你说穿鸡衣服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穿衣服 我只有过年才有新衣服 真的 我小时候过年 你都还这样吗 到你这一代 我物质品 你这也不年轻了 我过年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 小时候为什么期待过年 我记得那种记忆 太有意思 一年只换一身新衣服 而且新衣服基本上都是蓝色的 中山装款式的 小孩 对我来说就是春节 其实就是哥哥小孩的一个 那个评比的 综合评比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奶奶生了七个孩子 然后呢 我爸爸是 七贤女儿 然后我爸爸是最小的 然后呢 所以我也是整个家族最小的 每次过年的时候 我就是 我就是整个缠妹的呀 我自己都受不了了 就是在整个大家族面前 自己表演完全套的春节联欢晚会 就是表演两个小时 什么意思 就是表演全套 我最小 我就表演全套的春节联欢晚会 就是 什么叫表演 就是我给大家讲个相声 我再给大家唱个歌 我再给大家跳个舞 我再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我再给大家 真的 就是你这样 你们家训练你干这个 对 你们家好可怕 难怪你不讲玩笑 就我这个产内心人格 就是那时候解锁的 我大概从五岁开始 而且我那时候就是 大概一堆人坐在一起 我就迅速 我判断出谁是最有权势的 然后就冲上去 抱住人家的大堆 所以就所以我这个产内心人格 完全是过年的时候被解锁的 因为只有这个时候 就人最多嘛 这个大家庭里面人最多 然后就特别会 察言观色 表演节目 就特别丑陋 我之前那个时候 所以过年来说 对我来说是一个 就是亲戚小孩的综合 开心 每年过年都特别开心 我觉得攒了一年的这个 从半年前开始排练节目 真的好连意被激发出来 对对对 我女儿小时候一样一样 在那个火车里面 就开始站在那儿唱歌跳过 但你女儿就是喜欢唱歌 然后就就人家要钱 真的 她拿着要钱 拿了个碗子 苏苏阿姨给她 多大 那时候就 我记得我写 我写 那时候写《非常营销》 是2001年 他96年 那几十年一年 15 十四五岁的样子 没有五六岁 五六岁 五六岁就在火车到处 唱歌要拿钱 我坐火车到厦门 去参加苏展 对02年 那他七八岁的时候 对对 就在火车里面 唱歌唱完以后 就拿了一个碗 你必须得给 你不给 就麻烦到了 拿了一脸盆子 一旁硬币回来 这就是生来要饭的命 对对对 这也是因为 那娱乐节目上 你说现在小孩 捧个iPad 捧个手机什么 他再不管你 他也不会 不屑于跟大人交谈 你说的太对了 就是现在的这个孩子 我觉得就是 我就说我们小的时候 什么玩具都没有 就是撒泡尿玩尿泥 对对 然后真的没有任何其他娱乐选择 他想这个小孩的那种表演欲 反倒会 而且那个时候真的很快乐 好像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时代 一天伦之乐 今天没有 今天都分崩离析 那么过年吵架矛盾 两代人想法不一样 那个时候你说 各玩各的微信取 你说你产媚 其实我看到的就是那种大人 他们眼中的你多开心 这节目 我小时候也有 我不是一个家 我那过年的时候 给我们一个大杂院 一个工厂的大杂院 然后我还有 来表演 折子戏 全是那个 你也搞这个 难怪你当主持 大杂样本戏 就是你一个人上 就是全是过年 全搬小板凳 大杂院就这看 然后呢 我哗 就是那个 到我妈那厨房里 拿个那个钢种锅 那我们叫钢种锅 头上一戴 就是帽子 然后就是那时候唱的 什么杨子蓉 找个我爸的那个大军大衣 一批 他穿林海 小孩几岁 哗就表演完了之后 我再给大家来个李铁梅 哈哈 那个那个真是 大运小孩 还很快乐 你说今天就是什么 就是 现在很多回家 都如果是县城里的 村里的 绝大部分是不住在家里 都会住在宾馆 嗯 住在住在住在酒店里 吃饭也在酒店吃 所以那个年味 肯定是跟原来是不一样 对对对 没办法表演 其实是两种 两种生活状态的 对 就是割裂嘛 你说各自在各自的微信群里 爸妈在那个小孩 是白眼狼的微信群里面 也没有共通 小孩在夫妻接祸害的微信群里面 就没有任何沟通的 所以看来世界是处于分崩离析之中 但是咱们还可以上盘饺子啊 来来来来 咱得过年 咱得过年 有还有饺子 对 就是那种速冻的吧 哈哈哈哈 太像今天的 太像今天的 谢谢谢谢 来来来 这有筷子 过年用手 过年用手 来来来 小小小小 我不能给你拿手 来来来 莫然嘛 莫然 对 咱们这个 你们都回家吗 回啊回啊 我还经历 我还陪我爸爸回一趟梅县 哦 梅县 对 他是梅县人 他年纪快八十岁 文道呢 我这就在香港吧 香港 那汪州呢 我搭一乘警 就他春运的时候 最忙的时候 所以他可能是早几天 或者晚几天 然后在北京呢 说我这样的话 他不就每年过年 你爸都都不在家 对 就是大年三十那天 和差不多初一 他都不在家 一直都是春运 差不多快结束 初二初三 才能回家 所以是这样 现在过年 那个传统还是有啊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 反正我们家过年 比如在杭州 杭州所有的亲戚 会聚在一起吃顿饭 然后一定八点之前上火 各自回家看 看那个春节电话会 我现在还这样 对 我藏人老头 藏母娘 就一定看到十二点 然后非常开心地骂一顿 然后就觉得 然后睡觉 但我觉得人本质上 或者还是希望有共同记忆吧 你说现在为什么 我们一边看春了 还一边骂 对对对 就是他希望有参与感 他希望有共同记忆 我知道了 他向往这一点 我知道了 这还有一个政治经济学上的问题 嗯 大家一样穷的时候 比较快乐 嗯 现在是什么呢 阶层啊 收入差距啊 越来越大的时候 过年这一聚会啊 就变成了一个不同收入 不同观念 不同社会地位 不同职位的人之间 硬要凑到一起 大家了 他都是蛮麻烦的 我以前看那个小说 比如说 说资本家 或者是知识分子 是扳眼狼 比如说你 你在 你在文道在马路上 碰到一个小学同学 就有钱的话 会很不好意思吗 然后文道就敷衍他两句 然后就走掉了 我是资本家 出现这样的场景了 但你 但我们这个年龄 回头来想说 你真的碰到一个 小学同学 跟你阶层差很远 完全不同生活状态 你讲什么了 没错 确实没东西好讲 然后他认为 你是一个有钱人 是一个有身份的人 然后他对你有很大的期望 然后你任何的一个笑容 如果是 散过一个东西的话 他回去就说 这个人忘本了 但实际上是在 那个五分钟之内 真是无话可说 能说什么东西 回到村里面 可能以后 回到家村里面 肯定会出现这个情况 但是对双方 都很尴尬的一件事情 其实就原来 鲁迅写那些润土 就是他形容润土 脸上的表情 我觉得那几个次特别好 他说欢喜又凄凉 就是形容这个润土 我觉得他非常的恰当 我自己回去看 我那个小时候 被指缚为婚的 那个男朋友的时候 然后呢 你还曾经被指缚为婚吗 对 跟我们家隔壁 长得特别像 然后呢 然后就是我就劝他要 你看你还要到北京来 这个年轻还是要拼搏什么 他脸上就真的出现 我说的润土的那种 欢喜又凄凉 然后我就觉得 确实很尴尬 然后我觉得自己是不道德的 就是我跟他 我站在我的这个位置上 跟他说这个年轻人 还要拼搏 要到北京来 不要安于现状 我觉得自己 是很不道德的 讲这个句话 所以确实这个 我听着电话 不会去北京 想去同河了 对 那咱们这个吃了饺子 就都各自回家过年 在这个分散的路上 越走越远 大家记得回来 但我们圆桌派 你看是聚的 嗯 他是聚人的 对吧 希望也能聚财了 嗯 哈哈哈哈 那就我们第一季就是完了吗 第二季就年年年年后 他颜色都是钱的颜色 对 你看都金黄色 对我们这第二季 就还有没有是吧 我说什么时候有 就要看奶牛的 是吧 看 喝奶喝奶啊 喝奶喝奶喝奶 对对 半年半年啊 半年半年 半年半年 今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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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我们去年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那位诗人 像方圆的写法 其实它不是靠情感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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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现在我们去计算什么时候人类会到起点 我们用图灵测试 你知道吗 很有名的图灵测试 到底人中之脑吗 到底人中之脑吗 这世界很酷 这世界很酷